副作用削弱的五个神级恶魔果实 依然造就出两个皇级三个将级强者 暗暗果实拥有世上最邪恶的力量 不仅能吸收一切伤害 还能让恶魔果实能力无效 黑胡子为了得到它 潜伏在白胡子身边二十多年 靠着暗暗果实的力量 能击败赏金五一五千万的艾斯 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 场面上甚至一度占据上风 不过它的副作用会削弱占领 让能力者感到的疼痛加倍 即便是手指被划破一个小口子 也会疼得满地打滚 好在黑胡子有极强的忍受力 才没有浪费暗暗果实逆天的能力 麦哲伦所吃的毒毒果实 绝对是伤敌一千自损两千的果实 他释放的毒液能剥夺敌人的无感 让其在痛苦中慢慢地死去 也是因为毒性太强 麦哲伦的身体也会中毒 每天蹲厕所十小时 除去睡觉和吃饭的时间 每天只有四个小时后能用于战斗 依旧不能阻碍他成为推进层最强男人 战果也说他的实力接近大将 假如毒毒果实没有任何副作用 麦哲伦很可能有准黄级占领 路飞在觉醒橡胶果实之前 开发出来的三档和四档都有副作用 早期使用完三档之后 身体会变成小孩 战斗力也几乎为零 四档是霸气与身体的融合 开启一段时间就有十分钟不能用霸气 觉醒换兽种妮卡果实 路飞获得世界上最胡来的烈养 对身体的消耗也更加严重 战斗一会就变成小老头模样 好在有心脏之骨能瞬间恢复 不过对寿命的消耗应该会很大 当年路飞对战卡塔库利 橡胶果实完全被诺诺果实碾压 不管路飞使用出什么样的招式 都会被模仿出战力更强的招式 甚至让不少海米产生出错觉 诺诺果实就是橡胶果实的上级 不过诺诺果实也有副作用 就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大量的糖分 如果不是卡塔库利要吃下午茶 路飞也不能活着离开蛋糕岛 手术果实是目前已知最贵的果实 售价一度达到了50亿倍率 吃下他的人需要有高超的医术 才能发挥这颗果实的作用 在和之国联手积德对抗四皇大妈 罗将手术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 之后赏金暴涨到30亿倍率 战斗力也应该有准大将级别 对战拥有两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 甚至把对方狠狠揍了一顿 不过手术果实太耗费体力 让罗无法进行持久的高强度战斗 否则他的战斗力绝对还能提升一个档次